白血病有哪些常见类型? 漫性零八细胞白血病,毛细胞白血病,极性随细胞白血病分行分八个亚型,分M0到M7,极性随细白血病它也是一种快速发展的极性白血病,可发生于各年龄段,多见于成年人,如人们常说的M2啊M3,M3是极性早有力细胞白血病,是育后最好的一种类型, 不需要移植就可以治愈 极性零八细胞白血病,是一种起源于零八细胞的B细或者T细细胞在骨髓内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性疾病 异常增生的原始细胞可以在骨髓聚集并抑制正常的造血功能,同时也可侵集骨髓外的组织,比如脑膜、淋巴结、肝皮等 极性零八细胞白血病,儿童多见,最已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脉性白血病里边,中国人脉性随系白血病比较多见 脉性随系白血病,它是起源于多能造血干细胞的可能性疾病,主要累积随系 歪中学,粒细胞增高,并且出现各阶段的幼稚细胞,质检性粒细胞增多 常常有血行感的增多,起病比较缓慢 很多人是体检发现皮肿大才发现,或者发现白细胞增高发现 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段,中年人占多数 这个病分慢性期、加速期、急变期 95%以上的脉绿患者有PH染色体 针对PH染色体的靶下药物,以马屁尼现在已经万事 脉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是一种缓慢进展的B淋巴细胞增殖性肿瘤 脉绿呢,多见于老年人,西方国家比较多见 我们国家比较少见,这个病起病比较缓慢 多蛮有自觉的症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